向勇挑中弹的奥古斯托致敬 向拼到极致的国安后防线致敬 当然我们更要向那个拯救了全队的英雄比埃拉致敬 本赛季比埃拉的能力和场上作用早已被大家认可 而在昨晚他更是用一种石破天惊的方式 让所有人包括对手都记住了他 比埃拉就这样拯救了球队 在那样一个值得狂喜的时刻 他的表情中所流露的却是一种令对手生味的沉着与自信 一切似乎水到渠成 一切就像近在掌握 就连三号采访 西班牙人都在有意回避这粒金子般的金球 我们其实现在整个球队的状态非常好 但是今天我们遇到了很多的困难 但是重要的不是我的进球 而是我们全队的这种不懈的努力 可以把今天的胜利拿到手里 其实这场比赛比埃拉踢的并不算顺风顺水 尤其前45分钟 西班牙人遭到了上岗队的全力围剿 连续遭遇侵犯 不但考验着比埃拉的体能 也打乱了他的比赛节奏 确实很累 确实很累 但是我现在我们能够把这个比赛赢下来之后 我现在可以有三天的时间休息恢复 因为我们的赛程就是这么安排的 他不等人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些一场一场硬张去看下来 张希哲的替补登场 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比埃拉 中场实力的增强 让国安队逐渐夺回了比赛的控制权 找回自己的运联军 也在进攻端施展出了应有的威力 更难能可贵的是 比埃拉的体能状况令人惊叹 即便已经踢到了加实赛 西班牙人还能杀回本方禁区 化解险情 赛后他也毫无争议地荣应全场最佳 我觉得我们现在球队的这种整体上升趋势 以及我们整个球队的这种团队精神来讲的话 未来没有什么困难可以阻挡我们 体育频道记者报道 各场作战0比2落后 绝境下的北京中赫国安顽强地在比赛的最后时刻 扭转了胜负的天平 也许有人会说 如果不是比埃拉在第94分钟时的进球 为国安侥幸续命 后面的故事压根不会发生 但这个世上本就没有如果 纵观整场比赛 玉林军其实在很多个瞬间的表现 都促成了这场惊心动魄的逆转 北京中赫国安也配得上最后的胜利 这首最后的胜利昨晚上久地回荡在上海体育场内 进入下半时 中后国安的进攻方向正对着这片被绿色包围的难看台 第49分钟 主力中卫于阳应商离场 国安队的形势雪上加霜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江涛 李磊和张宇组成了国安队的后场屏障 江涛不知疲倦地奔跑 张宇的解围和产抢 以及李磊的补位与协防 这条国安队后防线在强大的上岗队面前经受住了考验 上岗也是一个非常难踢的一个对手 然后我们也是有想法的 也是想说能够更进一步 所以我们每个人也都看了大家都非常玩命 然后也都坚持到最后一刻了 加时在开始前 球队的医疗团队照例要给队员进行恢复和治疗 这个时候中后国安队替补齐上的所有成员 都加入了这一行列 无论上场与否 那一刻整个团队都在并肩战斗 因为我们是一个团队 我们是用真心的去为团队去 每个人都是为这个团队去服务 包括我们的工作人员 我们的教练 我们的替补队员 我们上场是代表着我们所有的人一起去踢球 我们就因为有这样的集体 我们才能够赢这么困难的比赛 昨晚算上常规时间和加时赛 施密特几乎没有返回过自己教练席的座位 他的情绪和所有人一样 经历了过身车般的起伏 点球大战的时候 场边的施密特吸引了我们的注意 来回夺步的他并没有加入球队肩并肩的行列 点球的话确实要安静 真的站着确实不容易 上一次我经历点球大战的时候 结果好像不太好 当时还是在勒乌库森 当时我是和所有人站在一起的 所以我今天也想换个动作转转运 最后看还是有点效果 最后再来说说奥古 这是世界杯归来后他的第二场比赛 副队长排在了国安队 罚点球位次的最后一位 奥古说这是他自己的选择 我觉得我的角色应该能够认认这个位置 而且我应该在队里承担更多的责任 我也喜欢去帮助我所有的队友 所以那一刻我选择了第五个去把点球 现在我们晋级了 我也希望在之后的比赛当中 我们能够打得更好更顺利 体语频道记者报道 北京中克国安与上海上岗 在足协杯四分之一决策当中 熬战到了最后一刻 双方都拼的是筋疲力尽 直到点球大战 点球第五轮 国安队长奥古斯托 站到了点球点前 氧气变得稀释 心靠在加速 我们需要一些特殊手段来释放 好 做到了 我们做到了 晋级的是北京中克国安 经过210分钟的熬战 经过了五轮点球大战 最后的比分 点球大战最后的比分 是5比4 小哥 小哥 牛逼牛逼牛逼 没输过呀 真牛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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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余大一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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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 能够最后赢得这场比赛 我觉得我非常荣幸 能够在我们这个团队成为我们的一个团队的一员 我觉得我们大家今天都非常棒 尔中语 为了你的拳头 亲爱的兄弟 又是在座军队 了了了لا 了他们 拿 SUBSCRIBE 是不是 最后的上迷 国安的球迷 国安的球迷 谢谢你们 当时 稍微有点累吧 可能消耗太大了 那个手脚都可能 有点抽筋了吧 然后当时站不起来了 因为我们也看到上岗他们都已经不行了 都抽了这边 所以我觉得我们没问题 我们还可以接着提 他们是我们的第12人 最有力的第12人 无论是主场还是客场 我们都可以感受到他们的这种支持和热情 也希望他们能够注意自己的平安 然后回北京我们再见